各品牌陸續導入更多的電動車款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現在七人做的電動選項 也會越來越多 老店我們來看Volvo有沒有什麼新計劃 對這個有一個EX90 現在當然有這個40 Recharge 那但是就是說它這個EX90 其實你從這個數字來看 就知道它是旗艦的這個大型的 對大型然後SUV的版本 那我先講售價 因為國外媒體 預估它的高階版本售價 可能會落在10萬美金 那進台灣可能就推1.6 再加上可能要四五百去的 那入門的版本會在 我先講這個高階版本 會在今年的年底開始交車 但是只有小量 那比較回到正規的交車的速度 可能要到明年 那明年的上半年 還會推出一個叫 這個比較入門的版本 約莫售價在七八萬美金左右 那它有雙馬達的版本 也有這個後驅的版本 也有性能的版本 所以從馬力從408 對它有三盤 因為它是旗艦大型嘛 車長對五米 因為這個影片著重在 它很多質感的呈現 對我們當然知道 Volvo其實在車內的這個質感啊 鋪陳啊 還有一些用料等等 其實都非常用心跟講究 那走的氛圍跟雙臂 地球王機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真是樹立像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需要選動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油門 地球王機線邀您一起上線 地球王機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調校出來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 太照鏡的這種個性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台下油門 地球王機線邀您一起上線